对于美国金融机构的stress test的结果 市场有一个充分的预期 因为在过去很多媒体已经报道了预测了这个结果 在美国银行未来有一个大规模的需要 在市场的杂志的行动有机会 在未来一段很短期间内 再把他现在持有的建设银行的股份卖出去 这个是理想当然的 不过在未来分析这些金融机构的前景的话 我相信在过去第一个季度的业绩里边 加达银行的业绩明显比他的同业表现理想 在英国方面的金融机构来讲 他的基金的压力比其他的同业要小 也没有需要这个政府方面的运作 在美国方面的银行 我相信对于美国银行 发起银行还有富国银行 在未来在市场杂志的机会也比较大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